在暴雪十分援助中,21岁的酒球选手英果和表弟来到纽约参加公开赛,结果遭遇十年难得一遇的暴风雪,被迫在一间酒吧夺雪。 在华盛顿独说市的林一阳刚好约了好友无味来到纽约的这间酒吧喝酒。 林一阳隔着玻璃窗,一眼就看见了愁眉苦脸的英果,林一阳站在窗外呆呆地看了三四分钟, 此时她唯一的想法是,请她喝一杯,认识她,拿到她的联系方式,再把她平安地送去旅馆。 不过林一阳属于那种话不多不擅长表达的性格,但是人据靠谱, 林一阳拿出自己学生证护照取得英国信任后,叫车把他们送到了旅馆, 也多亏了英国的弟弟的自来熟,下车后弟弟一定要加林一阳的微信, 才有了之后弟弟把林一阳的微信推送给英国。 当晚林一阳满脑子都是英国向她鞠躬道谢的可爱模样, 林一阳提前约了纽约大学附近的艺术咖啡馆, 通过英国表弟,林一阳和英国第二次正式见面, 不过因为赶时间,带他们去了一家卖咖啡豆的小店,就匆匆离开了。 说来也巧,当天晚上英国在球房练球时,再次遇到了林一阳。 原来林一阳是帮同学来这里和当地的区域冠军打一场酒球的比赛, 英国第一次见识到林一阳的实力, 后来英国想起这天晚上, 始终认为这才是她和林一阳真正相识的开端。 之后林一阳送英国回旅馆, 还请她去了自己经常去的拉面馆, 而这也是他们俩的第一次独处。 此时的英国还不知道今天其实是林一阳的生日, 也不知道穷学生林一阳正在拼命赚钱, 为的是下一次请她吃好吃的。 英国和表弟搬进了林一阳好友无味的公寓, 附近球房的老板和林一阳关系很好, 于是英国直接预定了每天训练时间, 留下林一阳最喜欢的那个抬球桌, 周围一下子都是和林一阳熟悉的人, 英国好像一下子走入了林一阳的世界。 周末林一阳从华盛顿赶回来, 当天晚上满城暴雪, 吴伟和表弟在酒吧里没回来, 于是英国和林一阳两人在公寓里吃起火锅喝起小酒, 两人的感情开始升温, 第二天林一阳带着英国, 表弟无味, 一行四人来到了切尔西市场吃海鲜, 一人一打生蚝, 一人一只大龙虾, 再加上海胆海虾, 让好友无味心中暗暗感叹, 我的小羊爷, 您这泡牛规格可真够高的。 两人独处时, 林一阳又带着英国去吃了定制冰淇淋, 喝了古董甜酒, 回到球房, 英国在朋友圈发了一张古董甜酒的照片, 写下忘了问年份, 一条简短的留言让英国小鹿乱撞, 你出生那年。 又是一个周末, 公寓里来了一堆客人, 都是林一阳的师兄和所有带来参加这次公开赛的人, 为了避免尴尬, 林一阳把英国约到了公寓的公共洗衣房, 两人没聊几句, 因为洗衣房有陌生人闯入, 英国停下来, 两人转而用微信交流。 林一阳发来三句话, 有男朋友吗? 或者说, 看得出来我想追你吗? 英国瞬间脑袋一片空白, 时间跳到了下一分钟, 漫长地像过了一个世纪, 林一阳见他没有回复, 说着这里信号不好, 走了出去。 第二天, 两人一起去了布鲁克林, 一起在网红旋转木马边上的餐厅, 共进了午餐, 一起在海边溜达了很久, 之后又一起坐地铁, 怕英国做错站, 林一阳送了他, 自己才去火车站。 如果没有昨天的那三句话, 今天就是一个普通的午餐, 可是有了昨晚的问题, 今天的这顿饭就不单纯了。 英国回复, 林一阳自己昨天就看到了信息, 他没有男朋友, 而这一次的布鲁克林之行, 就是他们的第一次约会, 也就是说, 林一阳成功追到了英国。 。